建了两个这个成员方法 一个方法是getBMI 一个是getAdvice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写在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 所以我分别把这些 这一串也把它复制起来好了 分别把它放在下面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做个说明 因为没办法很细部的跟各位做 我看这个地方 从这里贴到下面 把这个地方 贴的话特别注意 这个刮弧的下面这边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产生其他的 那其他有些像button还没汇入 先把它汇入进来 然后这边有个view 也把它汇入进来 OK 那其他的话 Dicimal Format 这个Dicimal Format 主要做格式化 因为我要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小数点 所以如果说你要格式化到小数点的话 我们可以用Dicimal Format 这个类别去帮我做格式化 那后面的话给他我们要的参数 一个小老鼠加两个井 那其他的话 这个方法的话就Gate BMI 那Gate BMI怎么样把它Gate回来 并且串接 特别注意底下 这边有个Gate BMI 那我就取得什么 取得身高体重 那特别注意 我想BMI计算呢 他应该跟我观念吧 就是应该是BMI的值等于什么 等于他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Mass.Pow 或者是两个箱子也OK 然后取得一个BMI value 那BMI value我必须什么 最后出现的结果必须什么 BMI结果 那这个BMI结果 在自串资源档里面 好像在Advice里面有哦 然后呢 后面要串接这个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Advice里面的这个自串 这个自串把它Gate回来 特别注意哦 Gate回来的方法 我们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边有一个叫做R 用Gate Swing的方法 我好像记得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如果我要取得什么呢 自串资源档里面的值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个Gate Swing的一个方法 然后告诉他说 我的自串资源档在R底下有个String String里面有一个Report Result 其实你这个地方用点的也可以点得出来 就是打一个大R 点 点之后的话呢 打一个String Enter一下 再点 点之后的话呢 这边也会出现什么Report Result 你Enter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自串资源档里面有的话 它会自动出现 而自串资源档不见得一定要再放在String里面 你可以独立出一个档案 像这个档案 它会自动怎么样 把它秀出来在这里 将来的话呢 从这边可以去抓它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Format点 比如把它找这个 OK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Format Format是前面这个地方 把它Format成小数点 小数点 那把BMI的Value放进来 这一串Return回来之后的话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 然后后面这个是什么 就是Format之后的结果 它把BMI的这个值放进来这里 然后由上面这个 这个Function去帮我怎么样 格式化之后 再Return回来 回来之后的话 再帮它放到这里 就得到什么 上面看到的结果 OK 那底下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 你应该多吃